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0号 星期三 两市延续了避浪反弹 这部分来我们也是判断避浪反弹 并且避浪反弹可能会持续6个交易的左右 今天只是第三次 实际上是不到第三天 两天半 还有三天半的时间 最主要的是要观察反弹的速度 最主要的是观察反弹的速度 从目前来看的速度 比较适中 不算快也不算慢 至少再走完明天 走速度才能够去确定速度 现在的速度不好确定 这个这波肯定是要慢的 这里是要慢的 看明天吧 然后今天的过趋势 这个降格距离趋势比较近 所以过趋势本来就是一个大改革 过趋势本来是大改革 如果要不过趋势的话 你比方说在距离趋势比较远 最后交易日反弹可能不过趋势的话 我们连买都不会 但是我们本身就看到 这个个趋势是大改革 才会买的 能理解的打一 能理解的打一 要不然我们就购买了 你本身就看到它怎么不过趋势 好吧 但是关键还是看速度 但是目前来讲 一共六天 现在两天半 两天半看不出速度 看不出速度 很耐心一点 明天如果是硬件的话 那速度就不快 明天要是阳件的话 速度就较快 所以明天还是很关键的 我说第四天左右 能看过速度 也是一种明显 也是一种明显 速度如果是慢的 我们可能会找到点 减仓 速度如果是快的 就是持股不动 好吧 快速上的 我们可能持股不动 急挡不迈空 如果是缓速的话 我们可能会找高点 但是也得找到高点 有些时候 逼浪反弹不给你高点 故里八点 按趋势不会满足 我们再看一下 九分钟线 九分钟线有个序列的高期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虽然说它的分数还可以 九七的第三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 高期的级别不大 略大于50% 六七八 三个数字出现中央线 序列的级别才大 六是形成线 七是形成线 所以它的增幅机率不大 明天上午如果下跌序列就分裁 这是第一个原因 序列的效果不够好 第二个原因 如果明天往上走 出现序列的高距 但是这个时间是不够六个交易日了 对吧 出高酒的时间 最快是到明天下午 两点 明天下午两点 这才三千万的时间 到收盘才是三千万的时间 所以距离六天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酒 按理说是不看的 九十分钟序列高酒是不看的 三十分钟第一高分 但是三十分钟只有序列的很小的数 所以序列也没有 六十分钟一八二分钟都没有序列 六十分钟五 也不一定能出去 因此就是说 序列三十是不看的 近期来讲还是不动 持乎不动 重点观察的是速度 就是我们不动可以 但是要观察市场运行的速度 下面的时间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有问题可以问 突然加速 刚才说的加速就持股 也不至于在买 因为你买完之后到创新高它会出日前结果 创新高会出日前结果 买完之后将来还怎么办 咱们其实如果你看那是ABC的话 买入的成功率是不高的 买入的成功率是不高的 但只要的加速你也没有卖出的力 所以就持股不动好不好 公正一千 咱们也不看公正一千 咱们最主要还是看上涨指数 上涨指数其实是比较强的 有些指数其实没怎么上 反弹的速度非常低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是这两个指数弱 我们就认为整个反弹弱对吧 还是要看上涨指数 上涨指数现在目前来讲 就从这三边的角度来讲 是适中的 既不是强也不是弱 我们说60度强强 它15度强弱 它45度 对不对 45度 但是我说现在只是两点半 我们还有时间 再继续看 好不好 突破长期趋势也不加仓了 你如果想加的话也可以 然后等破位趋势的时候 你再卖出 这一次为什么只买四成仓 我在买之前就说的非常清楚了 买当前的语言课也说的非常清楚了 你不能听完课之后 现在你又出来问了 说的非常清楚了 因为说我们判断是ABC 因为调整的飞升性等等的 对吧我就不重复了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定课没什么问题 还是会有的 这个其他学员体的问题 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加速过了短期趋势 也不加仓吗 不加 不加 但是也不减 明白吗 其他指数不强 协调性不好 主要的量化标准 是以上任指数为主 好吧 上任指数为主 指数如果出现分化的时候 继续化分为界 不能所有的指数都看 以上任指数为主 不看着一个其他的不看 你看 15点42分 最新的一个学员 做长期局势不强 你说你能拿这样的学员 有什么办法 这不刚刚讲完了吗 一分钟都没到 就是他如果走ABC C浪的末期呢 它的调整是有可能结束的 但现在目前只走了A 现在目前是B 那么A 它的回调的级别就特别小 它就没有完成这个上升 最应的这个下跌的调整的最新性 如果你买入的话呢 你比方说这个地方你追满 你重仓 那破趋势你怎么能出的来 很多人他买进去了 但是破趋势的时候 他就卖不出来 对吧 那最终导致 去年12月份这一波了 到今年4月份的这一波下跌 那为什么重仓被套呀 满仓被套呀 为什么呀 趋势破位的说他出不来 对不对 大家想想就这一个原因 假如说你是这样的 那你在一个成功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你相对来讲严谨一点 谨慎一点 四成仓挺好的 但是你说你这一个很 呃成功率很强 能够坚持操作的 那你就买进去也不犯错误 这是符合规则的 但这个事我们提前就说了 我说这个地方成功率不高 上次的顶部结构破趋势 我说成功率高 这都是提前说呀 咱们从来没有事后读给我呀 并且明确的告诉大家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去此交易后果自复 好了 如果一旅掌 掌到哪里可以掌 我不告诉你 你也别问了 需要加的时候 我自然会说 比方说啊 我们说日线动画消失在掌 那你就说老师日线动画消失 那不是等一千个点呢 我们要太空一千个点了 是不是 这话你就等了 对吧 但是那个到那个情况 盖的非常低 所以我不告诉你 行不行 那现在我们都进一步说来 反盘的速度快慢的问题 我说你再看一千呗 到明天 明天如果下跌速度就慢了 明天如果上打速度 有可能就加速了 你要是非想在这家 今天出盘才做趋势 明天开盘家也来得及 对不对 那觉得我们说的没有道理 那你就下趟 虚实不畏 但是你怎么能出的来 好不好 是这么个事吗 那么走ABC的话 我说B上传趋势 C在下传趋势 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 但是目前来讲的速度上 还没有凝确的定义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他一定会走ABC 就是说明天 其实怎么走的很关键 但是明天没有操作的概率 是大概率 明天没有操作的概率 是大概率 好吧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就是交易和我的户 如果你心里不舒服 该不负责 我们又不负责你的心里舒服 还是不舒服的 照顾不到 选择体量 但你要是完全空长的话 你过趋势的话 你心里是不是 对吧 你现在仓为提供你都快受不了了 你要是空长 这边也是刚过趋势的话 你心里是不是很难受 大家对不对 现在我说 这个思想尝试主要是考虑平衡性 成功率不够 主要考虑平衡性 但是你这平衡性做的好了 你的交易相对来讲 会变得平稳 不那么近近 不那么近近 老师终于讲了一句漂亮话了 我前面讲的话都不漂亮的 你这漂亮的 并意识如何 挖嘴眼 大眼睛 高鼻涼 等一下 大家就无耳 你等算了吧 耐心点 耐心点 这才能到哪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出现对应性的调整 我告诉大家 后面还得出 冰性会更猛烈 还不如在这出呢 早一刀晚一刀 都会来了 还不如在这出呢 何时对应性调整 就是这个线段的长度 这个从底部四月份 然后到顶部 你画一条线 然后调整呢 你也画一条线 你这个我经常那么坏 我最近差不多上半周啊 我这个五天领课 我有四天给大家画对签镜 那这个还不够明白吗 不够清楚吗 他对签镜明显不够 对吧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 但是这个这个 对签镜不够 我们无法判断调整结束 但是判断第一点还是要判断的 所以我们说啊 我说这个周一第一点 然后呢 大概率是ABC的A结束 就第一个阶段下跌的结束 然后有反弹 根据反弹的速度 来判定第二个下跌 第二个阶段下跌的起点 然后再根据第二个阶段下跌速度 再判断有没有第三个阶段的下跌 这就是一步一步的推荐 那如果是反弹的速度比较强 也不判断他一定会创新高 他再走ABCC买入的 那些重场买入的概率就会大 如果反弹的速度比较弱 那么当破位趋势的时候 我们这四正方一定要卖出 因为弱反对应的是级别 三浪下跌可能会很猛烈 能理解了吧 我刚才这么一解释 大家能理解了吗 那么好了 这些的大概率 还有一种小概率呢 就是创新高了 创新高代表4月份到8月份 这么长时间全是上升周期 同时有日线的顶部结构 同时没有出现对应性的调整 那还得出现一个大调整 那比之前的 类似于40个交易日的调整 对应的调整流期 还要大 还要更大 以完成平衡 平衡是法则 不一样 平衡是法则 一定会出现平衡力 那不可能 不平衡 永远不平衡 这种失衡下去 老师你是69年出生的 还是68年出生 我是70后 我还很年轻 但他这些 这些年走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不判断 他一定会有调整 这就是 这就是我说 走完ABC的C 如果速度不快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我们买次成长 但是如果走ABCC 又到这个位置了 我们可能就不买次成长 可能会更多的买入 这是逻辑问题 好吧 这是逻辑问题 因为走完ABC 虽然说C跟A空间差不太多 但是时间上 时间上所消耗的时间会更长 这样的话呢 就跟40个交易日 形成了比较强的对称性 对吧 40个交易日 你走完A可能也就10点 40个交易日的上升 对应一个10点的调整 它的对称性就是不好 那么假如说B浪反弹6点 对吧 然后下跌又跌了10点 这加起来就是26点 40个交易日的上升 对应一个26点的调整 跟对应一个10点的调整 它就是不一样 所以空间可能位置 差不多 但是10点所形成的 跟上升的对称性 它起到的作用 它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呢 要根据计时的情况来说 但是我说 如果啊 这个反弹变量反弹特别 弱 后三天跟今天的收盘价格差不多 那就代表什么 前三天转后三天横 那整体的速度就是弱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单击什么呢 就是一浪第一个阶段的下跌 ABC的下跌就是C 会比较猛 C一旦猛 那么后面就有可能还有45 就不ABC了 而是1235 所以买四成长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平衡的 你要是重厂买入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 那无非就是什么 你今天买进去 然后等趋势破费的时候 你再卖出来 你能卖得出来 并且就是你操作的行为上 不会受心态的影响 我说了 我说这个 很多他其实就是这个错误 就是趋势破费的时候就出不来 那么为什么趋势突破的时候 你能买进去 但是趋势破费的时候 你出不来呢 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再问一遍 为什么趋势突破的时候 你能买进去 趋势破费的时候 你出不来呢 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这是人意境 但是它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当趋势突破的时候 你没有犯错 对不对 你也没有心理压力 但是趋势突破 然后趋势破费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趋势突破的买入 在趋势破费的时候 你变成了亏损 这个亏损有些人他不愿意面对 这就导致他不愿意卖出 不愿意面对 所以倒也不愿意卖出 对吧 这就跟那个啥不一样的 那比方说我们底部结构买入 然后趋势卖出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盈利的 你不是趋势突破买入的 而是底部结构买入的 那这个时候趋势破费的时候 你是盈利的 你卖出就问题不大 好吧 你看其实咱们四成汤的顶部减掉 四成汤减掉的时候 其实咱们没啥压力 因为四成汤买的时候很便宜 是低于卖出的位置 所以是获利的 你四成汤卖出就 你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但假如说 你的顶部夹长了 然后趋势破位 昨天吧 前天趋势破位 这个上周五是吧 上周五趋势破位 你亏损了 然后你说趋势破位 你的卖出 就很多人就卖不出去 执行力就不行 大家想想对不对 执行力就是不行 那我的观点呢就是说 假如说它完成对线性了 它是有可能结束调整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重仓一点 因为它有可能调整就结束了 现在为止呢 我就说调整没有结束 往上走 放心高只会对于一个更大的调整 因为它调整没来了 没结束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重仓的原因 那提前跟大家说了好多天 对吧 所以就是假如说你只要叫这个真 我刚才说了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你只要叫这个真 说趋势突破我就应该买入 没问题 可以买 但是呢我是告诉大家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买入你的好处呢 就是后面如果再有上升 你可能你就随随随 能够赚的更多一点 但后面如果有跌上下跌的话呢 那你可能面临的是执行的压力 你如果要执行力强的话 现在买入没毛病 好不好 如果执行力强的话 现在买入没毛病 如果调整没业住 试证商业可以不满呢 这个刚才刚说完的呀 我说你要是现在空厂 今天突破趋势 你闹不闹心 我说我们做的 这次买入 当天我就说了 我这次买入主要考虑的是平衡性 好吧 老是搭舌头 怎么会搭舌头 对应的卖出应该是星期二 下一个情况 嗯 近点来啊 近点来 还有的 不一样 好 我们继续 还有的吧 呃 撒捷你别看是10天 但是如果是落款的话呢 它可不止6天 也有可能10天甚至15天 对吧 都行不着 所以呢这个 点如果过趋势的话 实际上趋势结果 实际上趋势结果 然后短期来看呢 就是如果往上走的话 啊 序列60分钟和90分钟的序列 全部都会在明天就出现 60分钟5往上走的话 明天收反9 90分钟7明天下午2点9 对吧 那这个时间也是不对 但是如果向下走呢 序列两周期的序列就会重排 重排的话 在新途序列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因为它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个将来来说啊 所以我的观点 反正明天也没操作 对不对 我们就不操 后天的去 明天反正不操作 看你这围 看你 要干风云气 看看航线怎么做 好不好 耐心点啊 这个 目前的这个 低浪反弹啊 首先它是米到位的 米到位的 所以我不看到反弹技术 反弹在过程中 稍微耐心一点 耐心一点 那么大概率呢是走ABC 小概率呢有可能创新高 那创新高又怎么样呢 不还是有日线的结构吗 并且上半周期差不多就类似于 就得监定60个调业日 60个调业日 对吧 我们说40个调业日 对应的是26个调业日的调整周期 这是有一定的对称性 或30天 有一定的对称性 而60个调业日 可能就得对应40天45天的调整 就是更长更漫长 所以说呢 呃 这个 这个 呃 对应上升的调整还是会来的 只不过就是早和晚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做的也也还好 也还好 更平衡 更平衡 就是你你重仓 你重仓也不一定对 你空仓也不一定对 所以呢现在目前来讲呢 更出更平衡 但是呃 确定更好的时候我们会重仓 我们从来就不缺乏重仓的勇气 对吧 大家想想这个 我们从来就不缺乏重仓的勇气 那目前就是说这个B 到底是60度角还是15度角 我不知道呀 你们看看再说不 你们能看看再说不 着什么急了 反正我们现在平衡线已经做了 对不对 咱们平衡线已经做了 咱们着什么急 再先点去 好了 我都讲了 16点02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是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